早安 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次的漫迷主人節目 這次漫迷主人節目會跟大家說 有四個球員回來了 三個球員仍然在等 但那三個球員在等是有兩個意思的 大家可以猜猜究竟是甚麼意思 因為是兩批三個球員都在等 說回我們四個已經回來了的球員 大家都知道 達羅茲和班奴 幫了他們的國家隊葡萄華 去到歐國杯那裏 很可惜輸了給法國42碼 正式回來了曼聯 另外 土耳其門將 亦都在歐國杯上陣了一次 亦都回來了 另外美洲杯那邊 加拿祖 贏了 代表了阿根廷 雖然他沒甚麼出過 有沒有上陣過我都不肯定 但anyway 都回來了 這四個球員就已經回來了操練 坦德就說 我們就有了計劃的 每個球員都有自己的計劃 去怎樣令他拿回狀態 現在就已經開始了 第一天就肯定要做很多測試 但大家可能會奇怪 為甚麼大家都是踢阿根廷 加拿祖又回來了 馬天尼斯就未回來了 馬天尼斯等多一天 等多兩天 星期一就會回來了 另外 還有兩個 現在這四個回來了 三個曼聯在等他們 就是馬天尼斯 剛才說了星期一回來了 另外 梭爾和文盧 應該會下星期回來了 沒有說實 甚麼時候回來了 我猜曼聯應該知道 但坦德卻沒有說 由於他們兩個是入到決賽 勾個杯去決賽 雖然 文盧 比較踢得多一點 但梭爾到後來也有踢 所以 他們也要休息久一點 這個也是 每個球員在暑假裡 都會有三個星期的休息 每一年裏面 所以他們全部都是 在做這件事 但大家都知道 這幾個球員都算是 我們都相當主力的 究竟 未來的開季的時候 他們甚麼時候才可以上陣 都會成為我們成績的關鍵 所以 我們現在在盤算 正選11人有哪些位置 有哪些位置 還差 稍緊 我晚一點 應該會做到 因為我還要看 坦德 這幾天做了很多訪問 包括 在美國坐下了 半小時 或9個小時 跟8個傳媒同一時間做訪問 我現在都在看其中幾個訪問 加上MU 萬元官網也有說 看看坦德卻說了甚麼 就可以預計到 究竟哪些位置要爭 哪些位置已經令人了 所以 今天下午我有時間 慢慢看清楚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坦德說了甚麼 我自己覺得 或者我自己估計 究竟會是怎樣的 好了 四個回來 三個還未回來就預備等他們回 其實還有三個球員 都是在等 不過 剛才那三個 馬天尼斯 索爾和文露 曼聯等他們回來 但這三個球員 就坐定定在這裏 就等曼聯 哪三個呢 首先那兩個 大家都知道 就是 現在仍是拜仁球員的迪尼斯 但已經沒有去Tour 現在仍是拜仁球員 剛才說的仍是拜仁球員 有去Tour的 馬沙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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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 兩個都已經 個人條款 談好了 剛剛Ferbisio Romano再重申一次 其實 五年合約 加一 兩個都坐定定在這裏 條款 人工 談好了 但是 仍然是爭拜仁 OK 而昨天 Deathletic就說了 曼聯也嘗試一個新的玩法 就是一個Bit就買了兩個球員 就是一個價錢 這兩位球員一次覺得不行 但是沒有說 他出多少 估計應該是 5千至6千萬左右 為什麼呢 拜仁就堅硬 迪尼斯要5千萬 馬沙拉爾就大約要2千萬左右 就是說 如果你萬聯肯出7千萬 就一定是兩個立了 不需要考慮 但是 萬聯當然不想出那麼多 也未必有 那麼多 符合到 FFP的條件去做這件事 因為未賣人 那麼雲比撒卡那裏 仍然都未談成 因為又要跟這個 韋斯咸拉腳 但是韋斯咸也 買了很多人 所以他們都幾繁忙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是要 沒有那麼快 搞得行 但是現在萬聯 仍然根據Ferbisio Romano 萬聯就已經 知道了 一次過打包兩個這個 這個proposal又被reject了 那麼究竟 再怎麼調整才能買到呢 是否要加錢 看個細 萬聯 都企硬不加錢 但是怎樣去買到呢 就是時間 這次 我估計這個轉匯槍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買那兩個 或者我們原本有那大約1億的 資金可以流動 隨時買到的 就已經用了來買 Yoro 和 舒克斯 所以 未來 還有 這兩個還有一個 等著就是 Ogata 大家都知道了 三個都談好 個人的款 但是未買到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要有出 才能入 即是這三個球員 萬聯為了要省錢 就看樣子 這次用時間去拖 拖到近乎 院會槍完 才可以 所以這三個就比較糟糕的 看樣子 兩樣東西 第一 賣走了多少球員 第二 就看看對方肯不肯減價 因為 三 大家看到 舒克斯和若羅 在去年 在球會 都是打正選的 但是這三個球員 敵烈治 馬薩拉爾 和 烏格達 去年 都是在球會 沒有正選 即是說 球會是想放 甚至乎 我看到一些報道 就說 他兩個 即是敵烈治 和馬薩拉爾 經理人 都打破頭 因為那個經理人 也有些名字 以及 支頂 其實拜仁已經 給了訊息 給了 信號他們 就說 他們是多餘的 未來的 球櫃是不會要的 但是 但是呢 又死企不肯放 當然 拜仁當然是聰明 以往 拜仁對著萬聯 都肯定是拿盡 老老實實 對不對 所以 既然我以往 都拿開你的盡 我根本沒有理由 金融義放過你 我當然能拿多少 因為他們還要 賺錢回來 簽 從利華古信 所以情況 比較詭異 我暫時的評估 都沒有辦法 唯有跟他一個拖字 拖到最後 他受不了 他就減價 萬聯就買到了 也同一時間 萬聯要購買時間 第一 賣走雲比撒卡 我不太想的 不過沒辦法 看樣子也是 但是 亦都可能會 賣走多一至兩個球員 我看樣子 因為始終 錢也不是小錢 說真的 就算6000萬 甚至5000萬 買兩個都不是小錢 我們有沒有 FFP Buffer去做呢 這是一個 很大的問號 因為萬聯 我告訴大家 有一件事也挺吃虧的 就是什麼呢 因為他上市公司 他上市公司的盤數 始終都要 多於一些 不是上市的公司 大家要搞清楚 你作為一個球會 你無論如何都要 將你的財政報告 給 英超 財政要暴露出來給大家看 因為你上市公司 要對公眾負責任 是不是 所以呢 這些球會 在財政上高 相對來說 比較吃虧 因為人家看到你的數 知道你什麼 看到更多 看不完 但是 知道你什麼 所以拜仁 一定是看準這個機會 我當然看著你吃 你好像還有 知道多少 所以 在這方面 在傾轉會 是有些少少 所以我也覺得 是不是應該 思有化 萬聯 其實相差很遠 說真的 你看見 例如禮物圈那些 你不知道要搞什麼 因為很多數 他不用 出來給你看 對不對 所以 我覺得 萬聯 長遠來說 真的要考慮 因為 老實說 萬聯上市 其實對於格拉薩有好處之外 對於其他人都沒有好處 包括我們萬聯球賣 即是可以買股份 擁有萬聯 其實實際上對於整個球會運作 就不是很國際 所以 就是現在 還在等待萬聯的三個球員 就是 馬薩拉爾 迪利治 以及 烏加達 這個就是Ferbizio Romano的影片說回 其實 所以 我自己覺得 這三個球員到底來不來呢 暫時來說很難估計 不過如果要排先後次座 又問大家 如果迪利治 馬薩拉爾 以及 烏加達 三個任你選擇 我不要跟別人周旋 我純粹說我們球隊的需要 他三個你會怎麼排呢 大家可以留言 排一下 我個人覺得 迪利治 我想都真的要買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真的不夠中堅使用 因為我們就算有四個中堅 都經常不夠用 現在我們有的中堅 馬薩尼斯 約羅 剛剛還約了艾雲斯 魯麥 和蓮特洛夫 原本就好像有五個 但是我猜 蓮特洛夫和魯麥 可能會賣走一個 老實說 艾雲斯 說句難聽一點 你不要預算 他 說真的 他如無意外 他應該打十場八場就夠了 今季 如果他多過十場八場 我真的怕他體力應付不了 以及 也對於馬聯 不是一件好事 雖然他真的很盡力 說真的 伊雲斯真是鞠躬盡水 但問題是 他始終 如果我們要靠到他 即是我們沒有人 這個不是一件好事 我會覺得 艾雲斯應該是我們的第五中堅 比較合理 我們有四個 叫做踢得的中堅 當打 而 艾雲斯就說 四個那麼壞了 都搞不定了 才出他 我自己覺得就是這樣 所以 除非你說 魯麥和蓮德洛夫都留下 那可能就不需要 如果他們兩個 時代一個走 我也覺得 應該要買地利 而且 始終 蓮德洛夫應該是一個提升的 比起他們兩個 時代一個 魯麥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蓮德洛夫 就真的始終 兩個都是很好的態度的球員 兩個的態度都毋庸置疑 但是 在速率方面 還有在一個 現金英超那麼快速的打法方面 他們兩個都真的各有短處 當然他們都會長處 我不否定這一點 理論上 蒂利洛夫應該提升 所以我覺得 這三個等待蔓延的球員之中 我覺得蒂利洛夫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 應該是習偉 第二個應該是習偉 因為 始終我們都數過了 我們習偉球員就不夠人用 現在都搞到阿瑪斯仔 當然最麻煩就是 馬拉西亞 雖然很多人說他不夠班 但是他不夠班之餘 都叫他頂得下 但是現在連踢都踢不到 起碼又等多兩個月 所以 我就覺得第二個就是 馬拉西 反而烏加達這個防中位 我們暫時 卡斯美露體的樣子都留了 他根本沒有球會說 扭他走 坦白說 他也沒有什麼地方去到 所以今年 大集合也完全靠他 所以 他 哥利亞 文露 我覺得文露 可能要試試這個位 都沒辦法 然後還有 可以叫 臨時頂住的 艾力神 這幾個 還有蜜湯 當然蜜湯 其實蜜湯就打不到 加斯美露的位 說真的 這幾位球員先頂住 烏加達來到 還有安拉拔 是不是 萬一 烏加達不行 烏加達現在看的樣子 都要四五千萬 除非真的 新組賣過去 大家一起做數 那就OK 如果新組不走的話 都幾難搞得 烏加達回來 我看樣子 因為始終 PSG不差錢 大家要明白 所以可能 始終要 要安拉拔回來 即是 卡斯美露 安拉拔 哥利亞 或者文露 這三 他們兩個是一個 三個球員 去輪換一個位 其實我就覺得 夠人 所以當然 看看 卡斯美露 我們可不可以疼他來用 如果疼他來用 每一次上陣都能保持 可以回復的 但又有足夠的休息 給他可以回氣 我覺得就好一點 安拉拔 就是說 去年 叫他只踢防守 都算是可以的 但堅固進攻 就有點吃力不消 吃力不消 究竟是怎樣呢 我覺得都可以斟酌 所以我自己的排名 那三個球員 如果我排之罪 我就覺得是 迪烈治 Masarai 跟著 烏加達 你們怎樣排 就記得留言說 這次就來到這裏 晚一點 我看到 坦克 之前接受8個媒體的訪問之後 我就會有一個更好的ID 跟大家評估一下 正選的情況 是怎樣的 這次在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看到這裏 你like了這條片沒有 還要記得留言 還有介紹給人看 大家跟大包叔叔一起加油 多謝大家